溫良公、減让、得知 因为理言上是非常 在论语当中没有经常语得 会不会长到 因为夫子以溫良公、減让、得知 那么他所得到的 跟其他人所得到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那这句话里面 也 反映在我们 现在我们修行的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中 我们来到夫郎修行 一辈子在走修行路 我们已经舍弃了 社会很高 在大场中 灰污染我们的一些辣子的习性 那进入了到这个神圣的殿堂里面 我们所会的夫郎 他们在 在 禅宗里面就讲 就为两个字 生跟死 所以或许常常会替年多前辈在说 其实我们修行人 是讲不修道的 今天在这中的各位 我们这辈子 除了这两个字以外 除了生跟死以外 其他的都是什么事 都是小事 世人生死世大 我们人来到这个人世界 我们探讨的 谁要去理解的 去深入 去行为的 就是要 理解到 生 从本而来 有一天我们跟这个这个世界 say goodbye 的时候 请问 你要为他 何处去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死问题 那其实生死问题 在后学 体会跟感受 跟我们每个人 在修行的过程 每一个当下 都是 息息相关 那这个相关的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每个人的心念 你的面有一面 主场的什么样的能量 当然你就会有七向 那个能量的方向 所以我们常常说 修道是修什么 修心 修心 犯大了 修心 带来呢 诚心 做事呢 尽心也可以 忠心也可以 那么一切话都没有离开 我们这一个心 那这个心在哪里 我有讲一个传宗人的小故事 他怎么说的 说有一位 穿着我肺帐 华丽的一个人的开戴 他去到了寺庙 去找师母 然后跟师母抱怨 说他心里面很有 他每天呢 都为了某一个人 某一件事 然后来困扰过他 那他觉得 生活当中 没有什么不客气 心里面太苦太苦 而且在苦当中 他特别的验人一个人 很气一个人 所以这股气也 跌在心里面 医生看你没有病 但是看这个 最爱是找禅师 那当他跟祂师在宿府的过程 祂师静静静静坐在那边 听到他宿府 宿完了 该说了都说了 最后 最后禅师都要讲 任何一计划 做了很久 这个牧人听问说 那师父 我的问题 已经讲得这么清楚了 你怎么 跟什么办法 来解决我心中这个能够 跟我们在心里面 能验 师父 看着他 就问他这一件事 说 这位施主 你早上没有去 闪射手打电 他说 这个事情还要问 每个人早上都会上厕所 各位早上都会上厕所 不是大号就是小号 对不对 那禅师说 你有没有大便 师父一听 觉得很多心 当然有啊 师父你怎么问这个问题 接下来 关键 禅师问这个 师父说 那我的问题就是 大便 臭不臭 别人大便臭不臭 他能臭 那你的大便臭不臭 还是一样的味道 那既然大便这么臭 他就问他说 那你现在不要将大便 带在身上 他就不能说 哎呀好恶心啊 这大便那么臭 我一上了厕所 我就一压 马倒 刷一身就冲掉 所以没有闻到 这个大便的臭味 那禅师就说 可是呢 我发现 你身上带了一大堆大便 他说没有啊 我说你干净啊 可是他跟他太师说 你的满肚子的厌气 称恨 就像大便那样 这么臭 你带到什么地方 就会臭在什么地方 当然你自己就要深受其他 当禅师开始我们之后呢 忽然间他就开悟了 说哦 那我知道 禅师不知道说 你什么知道 就像刚刚我们读讲的 五点就是 问了很多问题 我们知不知道 这位狐人这么 开悟 明白回答 蝉恨说 对哦 我不应该把我的 电器跟 污泥跟汤泥 一直戴在身上 戴在身上 只会给自己 突然 增加困扰而已 也会给别人 带来 很多的 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常常讲 心电走关 生命就 无限缓缓 在花莲里有的 都到现场 来问这个问题说 他要无限到来的人 虽然是说 得了到之后 能够超生雕死 可是呢 很多人 经常来去算命 好好看省相 看面相 那各位先生 请问各位 全世界最厉害的双命是什么 最厉害的吗 最厉害的双命是什么 有哪位先生知道 最厉害的双命 就两个字 写说 有哪位 有哪位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我记得你的名字叫做 施琴 还是丝瓜 我那台上看到说 不是丝瓜 很清新 全世界最厉害的 双命 不是 双命是 双命是如果厉害的话 他就不用去跟他双命 双命是在遗憾 他也就逃不出两个字 因 这个因我呢 其实是讲 因其实是讲 我们念 那个念就是 今天的心 当下的你 现在的你 你的每一个起心 动念当中 是结阴着你下部 你要走的 你去想 所以有因 才会有果 如是因 如是否 众三因 得善 得善 那众恶因 得恶 得恶 所以我们今天 在一段道修行的 这样的大谷子中 我们就很清楚 原来修行就这么样的简单 这么样的容易 也这么样的单粗 我们只要把这颗心修好 人的心修好 你就会发现 他的命运 也慢慢 会在改变 但是这颗心要修好了不容易啊 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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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 都要不容易 虽然有你的心修 要修好修的 容易 不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因为 没有太多的 例如我 在 云南 西夏里面的 故意的 生活 空间 我们人 都是好地 恶狼 轻松的 都可以接受 但是呢 辛苦的 我就想好地排除 但是修道的 真正的方向是反击道德行 明知到困难了 还是用往下讲 所以我们修行 常常听 前人 夫妻人 有个师开始 第一个就是不要怕师父 你也怕师父 你的命问题 因为你只能吃得补充 才发挥什么 所以以后 不用去算什么命 命在你的手中 命在你的身上 命在你的心 查我们的心性当中 真正的心 缓宽制造 去下轮 等到 真的你能够 像我们父亲刚刚讲的 行生 行生当下就产生了 什么 四分 行生 波罗波罗密多斯 就能够造 见什么 五蕴 接空 五蕴是什么 色 受 想 行 行 是 是 其实都是 我们的心 有没有离开我们的心 没有 讲经 不理性 说话 不理性 都在我们的心性当中去转折 所以我们只要从根本当中去试透 然后去理解 不用逃避 然后去接受 然后想换了 去突破 这个叫做信息 你能够突破 多少 你就能够提升 多少 接个吧 全世界上最精准的销售是什么 全世界上最精准的销售是什么 好的 掌声努力 美的也苦 丑的也苦 叛人的也苦 受的也苦 只要是人 就会怎么样 只会用苦的恋苦 那这个苦都是从我们的心中生化出来的 那么 我们如果去 消除我们这个苦恋 就是会有两个字 叫做 倡吻 一个人要真正的能够 倡吻的欧 不要说倡吻 一个人这样的身段放低一点点 可能就不做得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要学习 如何能够 放下身段 放下自己 原谅天 欢迎自己 那你在修训这条路上 我相信 你会 越走 越轻松 因为人滑 地滑 天天滑 道滑 自然 自然就是道 我们都是把这个自然 细节 然后用自己的主观 意识形态去 归纳到一个格式 一个方法 一个样式 但是 你可以归纳自己 很容易 但是要归纳别人 是很困难 人里人之间 最专门就是 尊重 我们十五条红柜里面 就讲得很清楚 第一个是什么 尊敬献宫 第二个人 尊敬献宫 第三个人 灾众宫正 第四个人 行归道 很多事 一共是十五条 那最后一个是什么 仅延 圣室 成几何时 我们 放荡自己 有时候 修到修起了 头修之间 已经没有哪一种 互相的 礼仗 跟尊重 什么 有时候 想要讲 就讲不来 虽然你言者无心 但是 对方听着 你去造成的误会 是不是这样子 嗯 所以刚刚五点 五点是讲的 那些都是我们到处的规划 我们如果大家能够照 这样的规则 来规划 我们的修行 那种习性 和方向 我相信 我们每年 都会每天 过得多一场经验 快乐 第三个问题 最保险的投资 我们现在 多元的社会 金融 股票 各方面 事业 创业 都在投资 那各位知道吗 什么叫做最保险的投资 修到 修行 有道不无人 修行其实是 干挂者的灭 最坚实的 最坚实的 最发现的投资 事官你说 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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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修道 都对 但是呢 他的核心 重要的 就是 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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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得到 富贵 当然我们今天修行 不是为了富贵 而去 伏实 而是 出自于我们内心 那一份的爱心 去做我们该做的事 真正的进行 伏实的人 不会计较在量 不会计较在度 不会计较在真 他完全是 率性就是 一般内心的一种 率性恶心的 感动 去做 那这样的境界呢 是值得我们大家去 感动一下 有的人 顾思 可能为了某些的目的 比如说希望人家 给他们去沾他们的带 或者是 要达到 他们的理想 而去顾思 那请问各位 如果画了这样的心理 顾思 有没有对待 你今天做了一切的目的 顾思都希望我们的 父亲人给你赞叹 那有一天 父亲人没有给你赞叹之后 你听不到那一句 赞叹的人 说你的内心一定会产生 什么样 一种失落 失落之后 你会产生一种满烟 那你叫顾思 再多 事实上 对你的自信 没有放弃 我们的顾思 应用于在 我们修行当中 叫做自信顾思 以一切述 而心不弃染 我做一切事情 没有变 像昨天我们在生意山 开了这个 算是这个 台南的 那个智慧 来生意山开会 那我发现 我们 八个单位的人产 都有区 当会议结束之后 那个你的便当就走了 各位想个想法 如果你在现场的话 你要面对的 那些桌 搜索 那些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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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那些偷心 包括那些偷心 那些偷心 通通要把它整理好 开花一个小时 可能整理要两个小时 但是这些 离开的人 你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那在现场的人 有没有感觉 有 两种心情 一种就是 哎呀 真的是 让我太幸福 边做 边怎么样 边满烟 但是有的人就做得会 心甘如意 把他事情 丑妥子 你先做好的时候 那个时间好像在你的印象中 不存在 工作做好了 说拍一拍 再见 回去也很轻松 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一种 进阶 所以 或许也借了这个机会 因为或许年 年轻非常回来 啊 或许年或许年 学习 借这个机会 也跟各位亲戚 报告一下花园的一些状况 花园虽然在你们现在看 也都是 虽然好伤 好水 但是好黑心